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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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老师大家好 那其实接到这个任务 很紧张 因为这礼拜还有另外两个讲座 都噶着会 所以刚好其实准备起来 是花很多时间 但是是说 用的力气还好 因为这些资料平常就是有的 因为平常上课就是这些东西 那其實呢 為什麼要分享這個內容 我覺得是因為現在有一些老師真的是認為說 生活科技就是加加工這樣而已 其實不是這樣 我要分享是說 我們加工的是最基礎的能力沒有錯 但是是要釐清一些事情 就是說生活科技你單純只讓學生加工 不講一些機構結構電影控制之類的東西 他餓的東西就是手很巧 但是腦袋那裡可能回到回來 就這樣子 那我任教生活科技已經是第19年了 我們的年代剛畢業那個年代是沒什麼生活科技缺的 今年全國的生活科技缺加給差不多110位 那是我們那個年代有10年還出不了 真的我們家裡都準備要失業了 那我們是很感謝剛才早上就是朱曉明老師 他那時候很堅持他是我的老師 那他非常堅持是說國中這個部分不可以放棄 但是在九年一貫的時候其實 我考上我們學校明華國中 我就在那教授嘛 我在那個之前還去特教學校代課呢 我求一個那個監課的機會都沒有 甚至代課機會也沒有 那只好跑去特教學校代課 那不瞞大家說 我在明華國中的時候 第一年的時候 學校沒有生活科技課讓我教 他說九年一貫不一定要排升科啊 他寫是說建議 四節裡面要有一節建議嘛 那只是建議而已就沒有效這樣 所以當初呢 我是一進去就先教電腦 我還有另外的專長同軍 叫我帶同軍團 這樣啦 所以我哪吃坎坷 那隔年再爭取呢 我就有課可以上了 但是沒有教室 我大概五六年的時間是在一般的普通教室 在上生活科技課 我是這樣子度過來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今天要講的內容 那我想要從那個生活科技競賽的部分 把它切入 再來再講到我們國中教什麼 一到三年級大概教什麼 那最後呢 第四點的部分呢 有一個就是 其實國中現在在推還是有一些困境 讓大家了解說 你未來接收到的孩子呢 可能有一些問題 那最後呢 做一個一樣 就是我們國中常做的一個能源的活動 那這個活動呢 叫廠商幫我們材料弄好 這是焊接 我焊接焊整天的 所以我焊接都把它焊好了 你等一下只要組裝就好了 大概是這樣 好 那今天課程資料的位置 大概在這裡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畫面拍下來 那拍下來就可以看到今天的所有的內容 這樣好 那如果有想要 這些內容可以試一下再跟我講 也可以 好 好 等一下那個製作的講義也在裡面 啊我有印 請那個玉惠幫我印講義 好來 那國中學什麼呢 其實這都是課綱的學習內容 課綱的學習內容呢 國中生 高中也是一樣 科技本質嘛 科技本質就是 你這個科技的歷史是什麼 處理的那個流程又是什麼 好 那但是呢 有設計製作這裡被加工啊 啊什麼思考啊 邏輯之類的 那另外 誒科技跟社會關係 但是這裡不是不重要啦 只是說我們國中會把重點呢 放在這個地方 科技的應用 你東西要用的出來啊 學生喔 他的連結會比較深 那科技的應用的部分呢 其實課本在編輯 就是抓這三個重點 七年級呢 主要除了加工以外 工程制度以外 它的重點就是在機構與結構 好 那 八年級就二年級的部分呢 能源動力是它的重點 所以 大概到八年級的時候 開始去使用馬達 之類的東西 那九年級呢 就是做一些電子學的東西 電子工的東西 然後來做一些簡單的控制 但是它沒辦法做到 像高中的基電者 因為我覺得這已經有那個工程的概念在裡面 國中實在沒辦法做到那麼的深 而且呢 我們國中生從以前 都沒有接觸到生活科技這種東西 所以他們對加工啊 對一個物體 它的那個概念呢 怎麼去把它變成某一種形狀的那種概念 是非常不好 好 所以我們就是幾乎是從基礎慢慢的打起來 這樣子好 好 那所以呢 呃 國中的三個重點就是這三個 好 就是 呃 機構與結構 能源與動力 跟電與控制 好 那我想從 呃 競賽開始來看 好 那競賽呢 其實以前 高雄市 為什麼生活科技還有機會可以活下來 就是因為朱耀明老師 他一直堅持呢 要推生活科技競賽 那九冠時期呢 這些題目 幾乎都是朱耀明老師搶出來的 那時候呢 呃 因為我們是跟自然 合在一起的領域嘛 所以以前非常流行這個活動叫做太陽爐 這不知道有做過的嗎 這很出面啊 那招像我拷拷的 要用一個保鮮膜 那裡面搭什麼 鋁箔嘛 別人煮涼啊 煮麥 也是可以啊 只說你要煮一點點就不行 人家煮一點點就不會熟 就這樣 那這個活動其實我蠻喜歡的 我們全校齁 在二年級的學生都要參加這個活動 在學校廣場擺滿了太陽爐啊 但是學校的老師 我們生活科技和自然領域的老師 全部都要下去 做什麼事 時間到了 大家可以溫度計去量溫度 這樣才會客觀嘛 這樣才能取出第一名 後來因為 有一次辦這個活動的時候 下大雨啊 從此就不辦了 你知道嗎 因為那個不確定性其實很高的 但是我覺得這個很好 非常棒 利用那個光的熱 反射來加熱我們的食物 那對國中生是蠻適合的 國小也可以 那另外呢 像動力的部分 我記得我第一次參加生物科技競賽 可以坐氣墊船 那時候朱耀銘老師還兩輛F130的馬達 F130的馬達 那個馬力是很弱的 但是卻可以讓車子浮起來 往前跑 還可以載東西 就這樣 那這個過程其實就是跟現在 我們的 辛克鋼的做法其實是一樣的 他的精髓是 是非常值得我們去那個借鏡的 那另外呢 風力起重機 這待會兒也會看的 這都是主要的老師以前做的 那他還有考 結構的部分 結構就是那個紙箱 給你做一個椅子 然後叫你們那一組最重的人上去坐 那坐要撐幾秒 過關 就這樣子 好 那當然這是九冠時期的生活科技 因為高雄還純火 就是因為朱耀銘老師 那再來 這個也新的 新的我們生活科技競賽 以前高雄市都自己辦 那高雄市呢 第一次辦的就是我們林玄良主任 他所出的題目啊 太陽人車 太陽人車了 你知道勒 因為其實我們 生活科技最後到高中要做機電整合啊 所以呢 有一年就做自動那個分閉機 他要用什麼 用阿丁諾去算那個錢多少啊 我心 我國中 我高 我國中老師 我愛愛叫 插什麼是阿丁諾 我不知道什麼阿丁諾啊 該嚇程式呢 我怎麼死啊 我程式設計才不會被我倒掉 所以還好 我們考這種競賽的時候呢 就是程式給我們 那程式都是寫好的 我們在教學生把程式灌到 那個阿丁諾版裡面去 然後去接那個腳位出來 然後讓他感應到 可以去計算一塊五塊 十塊五十塊 各有多少個 然後再加總這樣子 那 前幾年有考 也有考那種自動塞衣服 衣服齁 你把它扮上去曬太陽 突然下雨了 雨地感測到 然後再把衣服收回來 大概是這樣 那現在的模式 因為北部呢 他們辦的比較偏像這種 就是關卡式的 那關卡式等一下 我有畫面可以來看 那另外呢 就是還有其他的活動 可以做配套這樣 那來看一下 先看這個水路兩用車 我這剛剛能源的最有關係 這個呢 是在高雄的中山工商 舉辦的一個活動 那車喔 現場做好 做好呢 就是 我是覺得有點稍微不公平 我在偷衣的行程出大太陽 下一組哪有雲過來 我就輸了嘛 但是也沒辦法 也成這樣啊 那 以前呢 只是跑那個陸地而已 現在加一個水 進來 所以呢 它就是要做那種鴨子船的那個樣子 這樣子 那這現在都還是有在辦的一個活動 而且非常的大 那這個關係到什麼 這我有做過 我的鑽子下去了 都淹水在那裡 所以要知道 要怎麼讓它船浮起來 怎麼讓那個墮呢 可以要擺哪裡 然後讓那個船下去可以直著前進 其實向前進直直的 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 因為我們沒有用電腦去控制它 也不一樣循跡 你知道嗎 它會循著下坡一直下坡 就這樣 就這樣 好 那有這個之後呢 這個自動分泌機 大家看看 其實我們那時候 因為大家都不會 所以國中老師呢 國中生活科技老師 對研習這件事情 是非常熱絡的 你看要研習 這麼多人去 而且還抱不上 那我們現場 我們現場就是請那個出題的教授的助理 這個助理來教我們做這樣子 那你可以看到它整個架構是這樣 它有一個抖動的那個平台 好啊 錢一抖抖抖就滑到這個軌道上面 然後依據錢幣的孔洞大小掉到 它的分類的盒子裡面去就這樣 但是對國中生難的 是要做那個感測器 感測器用火焰針 換這個感測器 因為兩個點 如果中間有跨一個金屬 它就會通電 通電就有接收到 那個通電的那個指令 然後電腦才會有作用啊 所以我們都是死在那個感測器這裡 做出來有沒有哪一組金額是正確的 沒有完全沒有 但是最接近的那一個第一名 其實不錯 我覺得這個非常的好 真的很棒啊 我覺得這已經有高中的程度 但是高中還要在寫那個程式裡面 進去這樣子 再來 這自動塞一架 自動塞一架 它是一樣很大一座 我們大家都摸回來 那個就開車了 都把它拆掉又爭回來 那這也是現場做 但是這個好什麼呢 我覺得它是用一些那個 寄電器 寄電器做什麼用 因為那三年有電雨控制啊 寄電器也讓這個自保持電路 那個雨喔 滴到這裡 滴到碰到的時候 表示要開始下雨啦 啊 自保持電路做什麼用 一旦它被啟動呢 就一直往後拉 拉到呢 退到最後為止 然後後面還有一個極限開關按停 大概就是這樣的一個一個架構 但是呢 我覺得後來 這些活動 其實考的大部分還是加工的精準度 因為加工精準度 做不好 你再會什麼原理 也是做不出來 因為現場呢 提供就是我們自己帶手工去去做 這樣子 好 那現在的生活科技現在長這樣 呃 今年就全國開始就是全台灣一起整合在一起 那第一關呢 就是要搬貨運車 啊 那貨運車的話 因為我們 呃 現在二年級呢 在做的大部分都會做那個開關 讓車子可以前 馬達可以前進 可以後退啊 所以呢 我們做出來呢 就可以去遙控一台 一台車這樣子 然後去搬這些貨物 那 呃 像這個呢 就是一個對高機的 的車子 可是一般對高機應該不是用這樣啦 只是我們會想到 哎 用四連桿 平行這樣拉起來 它才不會倒掉啊 如果直直拉呢 可能後面還要再配重 撩一條山才有辦法啊 大概就這樣子 然後把它抬上去 這高台比較高 所以分數比較高 這高台比較低 分數比較低 就這樣子 那還有第二關哦 不是這樣就結束哦 第二關是這個 我覺得這個其實不是那麼容易 它要發射什麼 一個圓盤 發射然後九顆 九顆給你看你打幾顆 就這樣 那我覺得是今年算簡單 去年的是套圈圈啦 那圈圈這樣揹出 要套進去那個桿子裡面 那這個呢就是做那個什麼 你要做一個那個 發射器這樣 因為它有一個板機啊 我覺得重點是那個板機 你要去怎麼設計它 還有去算那個角度出來 這是今年生活科技競賽的一個樣子 那其他的配套的活動 這個就不是生活科技競賽 這個是全國的生活科技相關的競賽 那這個手織機呢 其實我跟著手織機 那邊跟人員結合 有些困難 因為這手織機 都在那邊沒有機翼 然後連組裝起來這樣子 那我們也知道 你要磨出一個符合 博物流體力學的東西 其實很壞賣的 你知道嗎 所以我看學生會得獎的 一直走一直走 曾經有反映過 你會得這個獎 是你下了多大努力 他說他做十幾台 你知道現在八三木多貴 一塊八三木的材料比塊木更貴 所以我們在用這個 有收到就是材料的那個打擊 你知道嗎 材料實在太貴了 那但是這個還不錯 對於喜歡加工的孩子 他其實可以讓他去加 參加這個活動 這一次有全國賽的 先各縣市自己辦 然後再一個全國賽這樣子 好 再來 我們來看一下 國中的機構跟結構 到底在教什麼東西 那我找的這個活動呢 是我比較熟的 不熟我就沒有放進來 但是也有老師在教 那介紹一個東西 這個東西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看過 這是VMQ在賣的 VMQ在賣的那個聚合 因為小孩在加工 一開始我們都以為說 那一年級的內容有一個加工 手工具的應用 手工具的應用 你要叫學生切成這個90度 夠可能 不可能 我86年大學開始接觸木工 我切出來也沒辦法那麼低 所以我們都會用這個東西 所以如果你們未來 上課常常加工 不一定要用機器 其實用這個就很好用了 聚合 所以切起來就會非常的平整 這樣子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些活動 一年級有加什麼呢 三式圖 三式圖要配合手工具的加工 所以這個活動經常有在使用 這就是魯班索 那魯班索我們會叫他先畫出這個的立體圖 三式圖來 然後去算出你的材料要多長 切成這個樣態 然後黏合之後再做組裝 那這可以學什麼 其實就是木器接合法的一種 只是說 呃 有些人可能就不是做這個 有些人做什麼呢 做這個 啊這個 這是幼兒園的尺寸啊 國中就做這個尺寸 因為我們的那個椅子 是那個 不是木製的 是鐵的啦 鐵的挖不出來啊 所以我就沒有做這個 但是呢 很多學校就就拿那個實際的物體 叫他去量測 量測完呢 直接把它按照比例縮小做出來這樣子 所以後面如果按照實際比例去做的話 我覺得這還比較符合生活科技素養的 一個一個活動這樣子 啊這個我自己做在玩的 就這樣 好 好那另外還有做什麼 這個我就有點掙扎 你知道嗎 因為國中有加工嘛 我看很多科技中心 他有一些啊 大部分都會符合課綱 去做一些活動的辦理 但是我一直掙邊一直掙邊一直掙邊 對頭到尾都在掙邊 那做這個木工的東西 我覺得還是一直會讓我 停留在舊公益的年代 你知道嗎 啊他就說 啊我們這個也有跟課綱有關係啊 有什麼關係 有啦 材料加工啊 木器皆合法 說我有創意思考 因為一開始教他自己設計嘛 就這樣 就是說我覺得這個耗費加工的時間非常非常的多 國中的時間非常不足 所以我們盡量加工的部分可以讓他縮短一點 加工的部分怎麼去彌補啊 有時候他們有更好的字句 那個都可以去做彌補的 好 再來 這個呢 很 這是非常經典的活動 從我在念大學 我就看到國外的大學都在做那個橋樑的負重 有人是用茶 有人用竹筷子 有人用義大利麵的麵條 其實我不敢用麵條 有人說沒菜那些食物 要用麵 所以我就用什麼呢 我用紙吸管 那這個活動其實非常好 這結構的東西 主要你看 行者結構很多嘛 你也要用這個 吸管的一個圓圈圈的同體啊 同體那個方向 要怎麼樣才會最強 大概是這樣 那這個活動其實永遠都會在啊 好 那我們教學生呢 我看其他不一定像我這樣 我是叫他們呢 先設計他們要的橋樑的形狀嘛 再來你做出來之後先分析一下 還沒還沒開始測之前就要先分析嘛 哪裡會先斷你先猜 他會找那個最大三角形 譬如說這一根如果沒有了 中間這個沒有 他雖然還是一個行架 雖然還是一個行架 但是他的那個結構的那個 那個支架就不夠嘛 他就想說啊 那我這裡再加一個 測完之後呢 很多學生會把橋丟掉 然後給他不可以斷 測完之後叫他分析看看 為什麼這裡會斷掉啊 但老實說他也沒辦法做 太太進去的分析 他只是說我這裡就少幾支嘛 或者連結不佳 國中辦可以做的大概是這一些 好 那 以前呢 酒冠的時候做的是這個啊 酒冠的時候就沒有那麼強調說 我們的結構的東西 所以作材都漂亮 這樣 但是這要用什麼 放回去擺那這樣而已 生會成 其實也蠻好看的 那就是這樣 好 那 這是我的最大最大的活動 課本呢 目前有三家主流有三家 有康軒 男一 漢林 他們呢 都在做機構玩具 那機構玩具這個東西呢 我們會想說 市面上看到比較厲害的 我們都是木頭做的 好 啊這是什麼 你看區秉搖擺 區秉搖擺機構 好 那區秉搖擺機構呢 他只是算說 他搖擺擺盪的那個幅度多大 啊 他他譬如說這一點 年紀的這一點 他上升下降的幅度有多大 大概是這樣 但是生課比較不中計算 只是說你要會去用它就好了 好 那這是比較簡單的 做起來像是外面在賣的東西 但是這一個呢 第二個 第二個這個 等一下 這個 這個呢 就比較好一點 因為他要去計算那個時機 你知道嗎 啊計算時機呢 我覺得這個就比較貼近素養一點 你要怎麼去設計它 讓它轉動的時候 剛好不要被貓的手掃到 說簡單 我把這隻T 把它套掉 因為我都掃不到 但是不能這樣設計啦 就是說要把它 稍微去計算一下 它轉的那個角度 只是說 我們用這個 凸輪 其實是一個偏心輪 它不是凸輪 偏心輪 它轉動以為會滑動 你知道嗎 它滑動的話 那個時機常常會跑掉 你那轉到那裡就滑動 它就跑掉了 但是已經不錯的作品 好 那有一個版本是要做遊樂園 因為遊樂園 它要回 你看它下面有一個類齒輪 有沒有 這個用太陽輪去模擬齒輪 所以這個如果要去抓那個時機點 就會比較好抓 好 只是這個活動呢 因為我 燈光我會開花 因為我是做那個 非專長授課的那個課程研發 很多很多老師提出一個問題是說 你們研發這個 做出來都要花一個時間 學生顧借行顧一個課 做錯了之後怎麼改 老師說這個做錯我要怎麼改 很難改 非常的難改 所以現在有另一個聲音是說 我們可不可以不一定要用木頭 它只要會加工就好了 加工的精準度我們可以用其他方式來做配合 所以現在有一些就是說 我們可不可以用紙張來做 紙張要做機構 其實比較適合 因為它可以改變嘛 你看這個太陽陽生的仿生獸 有沒有 它的腳就是這樣 這用那個什麼 那個螺絲釘有沒有 會加一塊框架 因為我們機構都有一個框架 要再做一些連框架就是了 而且它可以做好多種 那先模擬以後再去做也可以 還是說你要做到立體的東西 這是紙箱嘛 這是那個珍珠板 你看在中道製造的便當盒 那裡的遮板 我可以做多少東西呢 就省 那這是有些老師很有心 這廢專的老師呢 他上課要馬上回去做教室佈置 他就走一個模擬上上下下 上上下下 但是不要小看他這樣 其實他很厲害 我去那個屏東上真人班的課 那真人班的都是生活科技老師 他做成本是上上下下而已 但是他的能力我剛剛不是這樣而已 因為他說他沒時間做 所以要搞作業都簡單做 會過就好了 但是這樣的活動我覺得 蠻適合讓學生去試的 為什麼 我們去看課綱 課綱有一個很重要 學生要從錯誤當中 去學會怎麼去修改他呢 可是我們有沒有做到這一點 國中很難做到這一點 因為都時間不夠啊 所以我一直想說 如果我們要做到這一點 去濃縮他的加工時間 用簡單的就好 不要這麼複雜 讓他去學習這些原理 老實說我們學校自然科 我們高雄明華國中 科展幾乎都全國前幾年了 那自然科老師他做的那個框架 老實說他做不出來 他怎麼弄 到外面來做就好啊 你給我用Tia 他焊接很精準的框架 老實說他看不出來 但是他有沒有解決問題 有啊 所以我一直覺得說 我們對加工這件事情 是不是還有這麼的強調他呢 好 那 我最近常跟那個高師大 詹美貞教授 跟他合作 那他一直講這件事情 就是說 我覺得那個 有些活動設計 跟生活連結要強一點 你知道嗎 這句話常常答醒我 對啊 跟生活連結 跟娃生活連結 我就想說 不好來做這個做看看 這有什麼連結 有啊 追劇嘛 他媽媽要追劇 做回去就不會彈掉了 不然所有生活科技作品 做的都彈掉了 做這個不彈掉 他說他媽媽可以去追劇 這樣 我說 不是要彈掉的嗎 我說沒有啦 我媽媽說他要用 是這樣 再來 這個 第二項 這個我想說 我們那個垃圾桶 搭起來 那你的機構呢 有一個作用呢 就是可以讓他方向相反 或者節省時間 我們打稍微看他就起來很大 那這個是也可以 只是說這個壞著 所以不要讓我都做這個 這個其實是不錯 你也不要做得那麼大 你做得那麼小 因為只有追劇的作用嘛 就這樣 好 再來 哦 剛才呢 是比較簡單的機構 現在來跟仿生 大家應該有印象 三年前那個仿生獸 非常的有名 大家一直在玩仿生獸 因為那時候河南藝術家 他要揚聲 他要發 他的那個玩具 在那個淘寶上面賣得很便宜 一組一百塊而已 風一吹他就跑 像這樣 你看 風吹他就跑嘛 仿生啊 那這個仿生呢 其實就是學他的機構嘛 他都靈感這麼多 啊 弄一個圖輪 讓他可以那個台上台下 這樣 但是我們今天不是要做這個啦 我做這個才會做到晚上 所以不要做一下 我們做一下簡單的就好 好 那 老實說 因為我那時候在做那個飛鑽的那個課程的時候 那時候有一個 你說人吼 很不想要炒人的東西 因為那個課本都已經編得快好了 又不想炒 所以都自己弄東西啊 然後又參加那個科工館的那個教材研發而已 再來看看 我們那時候呢 再推50塊錢就可以做的東西 50塊 那時候我也覺得 學生很高的氣 所以呢 這50塊可以做 這是一個F130馬達 兩個電池電池盒 穿的都是什麼 乒乓棍 50塊錢怎麼做的呢 50塊老師會做的 學生做不出來 因為他太複雜了 他的F130號稱 一分鐘可以轉一萬多轉有沒有 說哪有可能 他只要號稱不太快啦 幾百轉就不錯了 只說幾百轉對這種機械 走路的機械 你看那個人穿戴機械 一分鐘轉幾百轉的也沒有啦 他現在把它減速 減速呢 做什麼用呢 讓他的扭力可以增加 扭力增加 那F130小小的扭力 就可以去抬升他了 就這樣 所以我們在做一些活動 常常利用到那個皮帶輪 在做扭力的轉換 那皮帶輪跟齒輪 都可以轉換 想要不要用齒輪 我不曉得老師有沒有買那個 市面上小課那種齒輪 學生做活動 老師說你如果沒有用雷切機 去切那個洞出來 你叫學生一個講那個洞還是做那個洞都不準 只要插個1mm就不會走啦 所以後來我都用改成那個皮帶輪讓他做這樣 如果要用齒輪大概就是一個刮輪 再一個大齒輪讓他減速 這樣就已經 這樣就已經要很精準了 大概是這樣 好那因為這學生做不出來 所以我們就改成簡單 像這也是二組仿生壽 那這個比較簡單 其實他會倒掉 這跟重心非常有關係 那你如果沒有要重心 像你要影響那麼大 你就做這種四組 這也四組的 我們今天怎麼做這個 這比較簡單 做這個待會我告訴你 學老師先做這個 好那等一下我們會做這個 但是是要去發電喔 我們發電不是做這樣讓他跑而已 好 那有仿生壽之後呢 來 那個 跳到二年級的能源的部分了 那二年級的能源有時候會 會跟三年級有關 有時候會跟一年級有關 因為一年級學了那個機構跟結構 好 那 這個其實是一年級的活動 我直接看就好了 來 這是一隻車啦 這車呢做什麼 作用力與反作用力啊 因為這隻舊課綱就有了 因為跟自然合在一起嘛 那現在新的課綱還有 因為他對創意思考呢 非常有幫助 而且又好修改 來看一下 喔小小一顆氣球 可以讓他跑大概15公尺 沒有這是我做的啦 學生跑1.5公尺就不錯了 就這樣子 那這其他老師做的 差不多三公尺就這樣 那你怎麼去設計這個車體 其實國中玩太多車體了 玩到學生說 老師我們下一個活動要做什麼 我們就要做一台車啊 又是車喔 我要坐車 但是車子真的比較容易 去做那個能源與動力的探討 這樣 好 那這一年幾則 二年級就開始用這個馬達 那馬達我剛才講 其實那種小馬達 F130馬達 就是這一顆 小小這一顆 這一個有差不多10塊啊 那對於國中生的那個材料費呢 他其實 負擔非常的可以 那我們會讓他去做一個競速的車 等一下喔 上面一台 看看這台 這個是也算是蠻經典的 因為F130轉太快 所以我們會去買一個皮帶輪 讓他用橡皮鏡套著就可以衝 這樣 那這個真的有差喔 有人做的呢 在那打圈圈 有人做的實在 因為你要去看拉的位置 你以為要去 我是覺得有點可惜 就是我們的皮帶輪是固定的尺寸 你如果皮帶輪呢 可以讓他去做變化 那他呢 可以做扭力的一個換算 這樣 那鞋子這是慢的 因為他這個已經減速減到很慢 但是他可以那個障礙晒 這個 這個裡面呢 他有一個滑輪塔 那個滑輪塔在哪裡呢 你回去生科教室 那個專統集有沒有 打開 裡面就是滑輪塔 所以我以前還有讓學生做這些活動 再來 這是什麼呢 太陽人車 這是現在很紅 那個洪於清老師走的 那去年剛好他們有推那個遠距教學 的一個專案有做這個 但是這個 范世淳老師有猛槍的事情 他說 他請大家思考一下 就是說 我們這個太陽能板呢 接受太陽光對不對 他說出來就是電而已 我們國中教學 教到這裡 好像就沒有了 對啊 我也一直想不到說 到底這個過程還可以再教什麼 因為我們最後的變化幾乎都是這個 能源輸出的一個載體嘛 知道嗎 這個載體就是一輛車啊 但是我們還能還能 可不可以讓他改變吸收光 譬如說我們如果把他上面做那個 極光板 讓他更集中光 或者是用其他方式 像現在有比較厲害的太陽能板 可以追那個追日嘛 可以隨著太陽那邊轉 可不可以做到這個 國中真的很有難度啦 那這個活動呢 為了避免又像太陽爐 下大雨的狀況 所以呢 他就用那個探照燈 去買這什麼 大家年輕過 應該有玩過這個東西啊 軌道車啊 軌道車 大家都用日本的馬達在那邊衝嘛 那他呢 就把他改成那個 一般的那個什麼 發電 就是微電流就可以跑的那個馬達 他就可以衝啦 只是說你 你要一直搭 等著車子一直要洗一條洗 欸可是這個不錯喔 我覺得他不錯 就是 你可能要去設計這個車體啊 這些導輪 這些配重 配重很重要喔 其實以前喔 那個洪玉清老師喔 他說他去那個比賽喔 常常得獎的都是李化老師耶 那升科老師可能知道喔 在車那車體要怎麼做 馬達要怎麼接 齒輪要怎麼配 問題是配重很重要 那個車體如果重心不是在正中間 他跑起來就比較不穩 齁就是這樣齁 齁 所以其實裡面還有蠻多那個科學的地方 齁 齁 啊這 我們等一下要做的啊 呃 這一顆呢 我們國中生幾乎都用到啊 齁 這梯梯馬達 以前是很貴的啦 我記得我 差不多五、六年前 一個四、五十塊 現在一個差不多二十塊就有了 齁 那 這個做什麼呢 做減數 你可以嗎 叫學生我把它拆開來看 裡面它就有減數 啊減數的作用就是要做什麼 扭力放大 齁就這樣 那當然太快的東西喔 很難用在生活上 所以我們生活上都是馬達之後 在減數後才來用它 齁 啊待會我們就做一隻這個 齁 你們只要組裝的啊 少20分鐘 齁 齁 那當然呢 這個手搖發電 我們手在咬嘛 齁 遲動就會生電 電呢 再給這個馬達 讓它可以走 就這樣子 齁 齁 那所以比較有趣的載體 我們就把它做一個仿身壽 啊 當然你也可以做別的 那時候我還要洗車 買這個泡棉 泡棉 你泡棉我在那爐在打賴的時候 我就說 哦 這不錯耶 做什麼 齁 所以如果讓學生做一個障礙車 你要一直咬嘛 做比賽 也是可以 只是說我覺得這個機構的部分太少了 所以很多人都是做仿生獸比較多 好 那講到二年級 二年級呢 我有印象那個北部尤光昭教授他有提到就是說 我們國中好像都在做玩具 對啊 我老實說我們國中真的要做玩具 其他做真的有難度 因為我們收的費用啊 還有我們的時間 還有學生會投注在生活科技上的經歷 有差 我們明華國中是升學學校 但是我們藝能科也是很怕在教 學生叫他回去買一個熱龍槍 因為他一直來跟我借熱龍槍 我說你回去買一支 他爸媽都是公務員 他隔天來跟我講 老師我爸說 買這支那個CP值太低了 因為只用生活科技 我聽到這個 他每次的作品 我都跟他看看有沒有那個熱龍膠 有沒有黏好 就這樣 為什麼CP值低 因為他覺得這不重要 我說你的數學講義 他這學技就誤了 那CP值夠高 對啊 所以我常常跟他講說 你學了就會了啦 學了就會 那熱龍槍一直補啊 用10年也不錯啊 真的 進進來 所以有時候會蠻差異的 會這樣 好來回到這裡 來 這個呢 是課本喔 他在二年級下學期突然做一個遙控車 你知道嗎 啊老實說遙控車對於生活科技競賽非常重要 我們常常要去破一個關卡的時候 你就要用遙控的 就這樣 好 那主要呢 是看這 我們都用什麼 這個是六個腳位啦 啊前面有三個檔次 我們車子就可以這樣 前進停下來跟後退 就這樣 所以 常常這個題目喔 都是生活科技競賽的題目 所以課本就把它放進去 那做什麼任務呢 一樣 就剛剛搬動 啊因為這是機械手臂 是我加上去的 因為我覺得單純一台車那邊跑 太無聊了 所以我就把機械手臂 我把它放上去這樣 就拍遙控了 因為那個TD馬達 轉速其實滿 它1比48 變完之後 那個速度還是很快 所以你很難去控制到 要剛好去夾住它 啊夾為什麼那麼慢 因為我中間 用那個M3的螺釘 做一個螺桿 讓它可以往前推 夾子就會夾 往後就弄 但是力量 我覺得比較不夠 因為那些槓桿原理 那個夾持的地方 這裡如果長一點 這這一段如果長一點 它夾持的力量才會大 這樣 那這個幾乎每一間國中都會做 至少它有一顆 一顆可以讓它前進後退 三顆是因為 這一個輪子 這一個馬達要前進後退 這個也要前進後退 所以就兩顆去控制了 那第三顆控制什麼 控制機械手臂 就是這樣 這樣做起來不用200塊 190幾塊 因為這太多了 這一個要三四十塊 大概是這樣 好 那再來 其他的就 就有關到三連級了 因為 我在三連級 如果要跟能源與動力配合 當然就是找 車子相關的東西 但是我覺得 它跟能源的連結力 可能就沒有那麼強 你們可以看到 我們剛才做的東西 它都是輸出電 那我在想說呢 風力好像沒什麼人在做 課本其實有 那我們去找課本 是這樣 我常去分享我的教學 那有些老師 他不是我們本科的 他常常看到一個材料 譬如說 他們學校在裝潢 還是在做水電的水公 他說那水公 一堆放在那裡很不猜 他想要拿來生活科技教 說你要教什麼 他說我想要讓他們做一個水管滴 那水管滴很簡單 所以我一直跟他們強調說 你要自己研發材料 一定要去看課綱 我覺得課綱很重要 你想這次的活動是要做人員 去抓緊那個計畫的內容 所以我會強調跟他們說 去看課本 看課綱的內容 利用課本的內容 再去改 那改完之後呢 重點是你要看你學校的狀況 學校沒錢 因為有些學校設備真的不足 也沒什麼錢 然後去改變到你學校可以操作 如果真的不行 你就照課本這樣子 那最後呢 還要去檢視看看是否符合課綱 這樣 那 這是課本 所有有關能源的一個類型 就是我們做到活動呢 會關係到的 就是紅色的這三個而已 課本都在做太陽能 也有做風力的 風力呢 拿來做起重機嘛 這是蠻有趣的 那有的做擠水器 這擠水器我可能要解說一下 他在風車上呢 掛那個水管 水管 落到水下面去把水撈起來 水呢 再滴下來然後流出去 大概是這樣 風力擠水器 但是這個活動已經卡掉了 因為把教室用到淋你下來 所以水的東西 好像就是比較難操作 不是不好 是因為這操作上會有比較多困擾 他就比較少人用 那 人力就是手那樣搖 我們不可能做壽力的 把你家的娘的膏拿來拖 不可能 來 那其他的都沒有啊 課本其他完全都沒有 風力的 也其實用到也不多 所以我就想說 啊 這樣我們來做一個風力的 風力 我一直想到朱耀明老師 101學年度的時候 他生活科技競賽 就考一個風力起重機 這資料非常的珍貴 那那時候呢 的生活科技競賽是不公布題目的喔 現場去才知道題目 那 開始呢 就 他是任何的風車 你看這 垂直走的 風這樣吹過來 風吹過來 跟那個走 垂直 叫垂直走 啊這個平行走 那我們以前在教 我們也沒有打到這個耶 因為我們二年級 生活科技沒有給我們打 都打什麼 打立法 立法老師也沒有打這個嘛 所以我們孩子去個四 他做這個 垂直走 他的風量要非常的大 他才會驅動啊 平行走 他補風的效能非常的好 齁 所以呢 做平行走的 幾乎都前幾年 我做這個啊 你都說我沒有名 但是我看起來很漂亮 我都說你做這麼漂亮 沒有名字 沒有啊 就這樣 但是不錯啊 這活動不錯 所以還沿用到現在嘛 啊 我齁 小時候住在國小前面呢 那每次去學校呢 那每次去學校呢 上課 都看到學校那個風向記 在那裡 回來回去 我想說 哇這個風向記的東西 真的太好玩了 所以我小時候很會做風車 齁 只是說你拿這個來 跟國中不適合啊 國小很適合 國中不適合 但是呢 國中可以做什麼 去探究這個風車怎麼做的好 齁 齁 那看一下 好 那我就想啊 這風車怎麼知道 他做的好不好 那現在都流行風力發電嘛 我把它倒一顆 那個TT馬達 還倒一顆LED 喔 經濟點 風速夠快 他轉的夠快 那個磁動升電的效能就會越好 齁 他就會變白色比較亮 因為他電流比較高嘛 那電流來得低了就變成 紅色 即使說 坐到這裡還可以做什麼 好像就沒有了耶 所以我又繼續往下想 想看看 欸 仿生獸可以來接合一下 仿生獸呢 一開始呢 像這隻 我們呢 可以做什麼 把它扭力放大 你這個出來之後 如果你的效能好的話 再透過扭力放大 可以去驅動它 齁 就這樣子 所以剛才這隻嘛 好 那再來 還記得去年齁 全國停課 齁 那時候停課在家裡很沒了耶 因為齁 你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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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在想說 欸我可以讓他做什麼 所以 停課那時候的那個 新冠肺炎 大家比較害怕 不像現在不太害怕 這樣子 那比較害怕都沒有出門 我全都沒有出門 所有東西都是廣告的 不然叫UberE 不然叫 所以出了一堆手 我想哇這個東西呢 如果可以讓他線上授課來使用的話 那應該是非常適合 齁 所以呢 我就先用紙箱喔 先做看看 啊這個東西我們常去那個什麼 外面齁 有看到人家用金屬做齁 那風吹咧齁 啊透過這個皮帶輪 把他扭力放大 他推動上面的翅膀 還要刺這樣 我這刺很痠 因為這個 他就回到太快了 所以要把它減速 那這個呢 我覺得他應用上 他如果不會走 只是在那邊動 好像不夠好 所以我就把那個仿生獸啊 把他抓到這邊來用 把他抓到這邊來用 他這樣會走 真的會跑 而且跑得還蠻順暢的 但是我做的會跑 學生不一定會跑 對啊 好 那有這兩個之後呢 因為我們要看什麼 我們要看他機構的應用 夠不夠 機構應用你看 這一個減速而已 那一個驅屏 那一個連桿 就這樣而已 而且這是一樣的東西嗎 這一樣的東西 那這裡呢 都是連桿去做組裝啊 我覺得這樣好像 跟一年級的結合 好像沒那麼強 所以我就繼續往下 那 我做什麼 一樣 我以前有做過那個 他怎麼這樣扭動的 各位老師 他怎麼這樣扭動 他裡面有一個 鐵絲 做螺旋狀 鐵絲在旋轉的話 這個框框 他就會跟著鐵絲那邊 繞了上下家的做波浪啊 這真有趣 真的會走 這 皮帶輪 我也做得很大 所以他就載整台車在那裡走 走得慢沒關係 但他整台車都可以拖著跑 上面再做一個嘴巴 三個機構在上面 還不太夠 我就做第四個 跟那個荷蘭藝術家 太奧洋生致敬 這 太奧洋生的那個 綁身瘦嘛 這有一個減速的皮帶輪 頭前就驅秉嘛 你看這個轉很快的 就是他沒有經過減速 這個有經過減速 這個減速 頭前這個呢 這小朋友為什麼會回來回去啊 他裡面有一年級學的 那個凸輪機構 在那裡 所以 美貞老師一直跟我說 你的東西要跟生活結合 哇 生活要結合 其實有點難 鋒利 那些鋒利的東西 說要結合有了 把一年級的機構結構拿來結合 這樣剛好用過了 這樣結合就比較好 有了 後來美貞老師說這樣不錯 好 來 但是呢 我記得去年那個台電 北部那個展覽館 北部有個台電的展示館 裡面有人跟我說 薛老師 你的東西我覺得不錯 那你可不可以把它簡化到說 我們可以讓民眾來的時候 我們帶他一起做 我說 啊啊 帶他一起做 這做得出來嗎 做得出來 我一直在想說 我們的教材會不會太難了 老實說 這些對國中生都太難了 對他的爸爸媽媽也是很難 所以他要做到這個 為什麼爸爸媽媽覺得難 因為他覺得回家的時間 不要花在生活科技上 對吧 我最痛苦的就是這一點 啊怎麼讓他 快速的在課堂上做完 我如果用投訴給題目出得太難 真的喔 我都要做得很簡單的喔 所以我給他簡化好 做一個星星了 這個很簡單啊 我好早 老師你給我騙這哪有難 哪有難 哪有簡單 欸就是會走啊 這個就是一個框架 框架跟這個一樣啊 兩個是一樣的東西嘛 那我一直在想說 生活科技不是要讓學生創意思考的嗎 是 你要給他一個什麼 鷹架 我們的鷹架不要太難 簡單一點 你一個拿去鷹架給他做鷹架 你看看 做不出來 所以呢 我們把整個 那個結構把它簡化了 那這個粗框的就是他車架 車架呢 掛了什麼機構 掛了一個 那個皮帶輪 減速機構在裡面 另外呢 他要讓腳可以活動 其實仿生壽 他的一個概念就是要做驅柄啊 仿生壽幾乎都是驅柄嘛 那才讓他的腳可以跨步 那這裡有一個驅柄 他是主動 另外兩個驅柄做蟲洞 那當然這三個要蟲洞 你就要做一個框架 把這三個全部都框住嘛 那外面這一層就是他的腳 外面這個細的這一層就是他的腳 那這邊就有風車可以去做帶動 就這樣 我在設計課程的過程是這樣 所以是希望老師 你們在設計你們的課程呢 也可以稍微參考一下 那看一下 這是重點 重點是要搞什麼 重點是這個 重點是說 重點是說 你的散業面積呢 跟散業的角度 怎麼去做設計 風車的設計是蠻重要的 但是國中有沒有辦法用到數位製造 很難的 你像我以前參加主要民老師出的那個電報有嗎 風力起重機 學生一直想要符合流體力學那個曲線 用手工是做不太出來的 所以呢很吃那個數位製造這個部分 那但是國中最好 我老實說我生活科技教室裡面的電腦有兩台啊 我用一台 另外一台放在那裡 單拍的時候可以用 學生我會讓他用嗎 大家都圍在那邊了 不夠用的 所以我覺得現在有一個麻煩是我們電腦真的是不夠 啊 學生跟你跟學校要電腦他說你那個都是粉塵 電腦的管理也會有問題 所以應該要用功能去分我們的教室 這樣可能會比較好 好那看一下 學生上完課都知道這兩個是重要因素 老師我有照你的那個建議去改了 為什麼做不出來 因為你加工精密度太差 學校老師是不是機構只要誤差一點點 他就不太會跑 對嘛 學生都這樣差一點點就不走 所以後來又跟他們說你那個加工的準確度要夠好 但是我們用簡單的材料來做加工 你以來有木頭他真的鑽歪了那個洞機物就毀了 大概是這樣 好那看一下 各位老師 我們知道那個面積 散業面積跟他的那個效能會有關係 你會覺得A 他轉動起來 就同樣風在吹 A轉動出來輸出的扭力大還是B還是C啊 A嘛 對嘛 算C的都會發起了 沒人 因為面積越大 他風吹到他就會越多 好 可是也有同學問我老師 嘿我看發電機啊 那風力發電機都煞機 欸 真的呢 所以他也要做煞機啊 但是出來都很差的 我跟他說我們電風扇的風速很低 電風扇的風速 一秒鐘大概3到5公尺而已 公位電線可以到8公尺 你如果要風那麼大的 那是我們的風機因為他直徑又很大 直徑又很大 所以呢 我記得盡量做到晚了 因為他 我們那個什麼 理論上跟實際應用上還是會有一點差異 有人就說做到8片 其實8片跟6片差不多了 還沒回答大家的問題 為什麼風機都是3片 因為他們去訪問說為什麼做3片 他一開始做2片 2片呢 對風機的耗損太高 不穩定度大 做4片做3片做5片 後來算一算3片跟5片差不多 其實這個很難找到一個平衡點 風速這個 就是說這個葉片這個東西 所以呢後來3片跟5片既然差不多 那我就少2片做3片的就好了 就這樣 那很多 老師有沒有回去觀察過家裡電風扇的那個葉片 是激素片還是偶數片 激素片 那是我去網路上查的 那是有一個老闆回答 他說他做偶數片的話 平衡是一個問題 你的掉扇 賓管要平衡嗎 4片一定要2兩 互相平衡 對象那個也要跟自己這邊平衡 激素片不用 只要調其中一片就好 所以他們用激素片來做 就這樣 那是老闆說的 好 來 那再來這個角度就比較 比較神奇 我試不出一個 就是說角度可以絕對的好 但是他有相對的好 那怎麼說呢 這個這樣看 那裡風 這裡有一個風這樣吹過來 這是風喔 這不是力喔 風什麼時候會產生力呢 是因為他打到了這個葉片 葉片有一個角度 就紅色這一片嘛 打到這個葉片呢 他給他一個作用力 就是這個虛線 以為他在垂直 作用面啊 這也作用力 作用力呢 有一個地方是沒有用的 這個就是風打到葉片 然後被風擋住了 所以這個阻力沒有用了 哪一個對風扇有用 就是這一個 旋轉分力 旋轉分力讓風扇可以做旋轉 可是你看 我們風扇在旋轉的時候 這邊有一個截面機 風扇在轉的時候 會打到空氣 就會產生阻力 所以這裡有一個風扇轉動的風阻 就這樣 那你跟學生說的時候 這個角度到底怎麼設計 老實說要去慢慢試啊 那我自己試出來呢 來你看喔 這個夾角 就是風向跟扇葉的夾角 這個比較大 這個比較小 看得出來 就是紅色跟藍色的夾角 那這個比較大呢 你看它的旋轉分力是不是比較小 這旋轉分力比較大 哪一個會先轉 左邊還是右邊 右邊會先轉 所以學生都要做右邊嗎 不是 為什麼 風阻 再來看風阻 風阻就關係到這個葉片的那個截面機 在轉動的那個截面機 你看這風阻比較小 這風阻比較大 雖然它旋轉分力大 但它風阻大 就這樣子 那所以這個會先轉動 但是它最後面如果要轉到最快比較難 這個呢 轉動比較慢 但它最後應該會比較快一點 但是東西都有一個極限 你試到後來可能風量不一樣 它就會不太一樣 那我自己在那邊試 我做大概十幾支吧 試出來呢 大概這個角度呢 夾六七十度 用電風扇來吹是最好 那但是我覺得國中頂多只能做到這個平面 真的要做到好呢 應該是用那個流體力學的那個表面最好 那個應該用電腦去做 但是國中很難 很難 所以做這個簡單的探討 那這是我們在引導它的方式 你要做垂直軸啊 平行軸啊 你的扇頁一定要是T型嗎 一定是扇型嗎 因為做別的型 圓型也可以啊 跟高水也很難用 那數量 數量怎麼去做取捨 譬如說同樣面積這個八片 如果同樣面積做十六片 效果會不會比較好 會 因為它的風阻會變小 那個掃動 這個跟大家解釋一下 我這裡這一片 這有八片 我切一半 切一半變十六片 這十六片一樣排在同一個面上 所以這個紅色就會變一半 會這樣 只是它的框架會變十六個 這框架中間的支架只有八個 大概是這樣 好 再來 因為待會要做一個活動 不可以太久 這是皮帶輪 大家看一下 皮帶輪就是 中間做一個凹槽的皮帶輪啊 為什麼用紙張 紙張學生可以去做變化 你市面上買的皮帶輪都是固定的 而且還不夠大 因為我們要放大那個扭力 其實還蠻多的 才能去帶動它 好 那我們來看 我們一個重點是說 這個是單一個機構的組合 因為裡面只有一個皮帶輪 還有一個曲柄而已 好 那你可以掛四個 再看到這個 你看這個呢 在動的時候 後面這裡就有一個機構 這裡有一個皮帶輪 然後再去帶動這個曲柄 就是它有橡皮筋這樣拉下來 那這個翅膀又有另外一組 減速的皮帶輪 這裡呢 就掛一個曲柄而已 直接連接這個走 前面這裡就是我們平常 一年級那個學生學的那個 圖倫機構環區 就這樣子 好 那學生一定要做到這樣嗎 沒有 他可以用方方正正的去做改變 就這樣 我覺得生活科技做到方方正正的就好 因為禮拜一啊 那個 台灣師大有一個教授問我說 學老師你怎麼帶學生去做造型啊 我說生活科技很少在做造型 造型不是不重要 但是我們生活科技有其他更重要的要教啊 所以後來造型我都當作加分用這樣子 好 OK 好 那可不可以其他的材料變化 可以呢 因為那天那個老師說 老師 學生用這個要切很久的啊 你可以用這樣就好啊 有吃過植物納優嘛 但是你不要看過植物納優走路啊 他會走路耶 是不是一樣的東西 一樣啊 材料讓學生自己去變化 你的材料費也很省耶 他說這很難過 學生吃植物納優假料有成功而已 做這個都不會成功 啊這個 那個國慶日 我想國慶日我還沒出你學國旗了 在家裡用那個 買咖啡的杯子做一個國慶日 紀念這樣 好 來 來 這最重要的 老師我問一下 你們平常在上課的時候啊 學生做完作品 來打完成績 你會叫他回去改嗎 會嗎 我先自首我不太會 因為呢 我下一節就要上新課程了 時間真的很趕 你看我一學期大概做兩到三個活動 而且你要講知識性的內容 還要講加工還要講他那個 怎麼弄啊 齁所以 但是我跟大家提醒一下 一定要讓他們去嘗試錯誤之後去做修正 我覺得生活科技的精華在這裡 所以我學期一定會做得好 就是這樣齁 所以大家可能稍微思考一下這個問題 好 困境 困境我們看一看好了 因為現在時間不太夠 來 我們現在來做一個仿生獸 那來看一下第一步驟要組裝的就是這一個 那這一個的話呢 麻煩大家齁 先拿出這些零件來 我有做一個曲柄的手把齁 大家有沒有 你拿來 這曲柄的手把你要拿出來 另外拿一個皮帶輪 皮帶輪呢 有三顆 其中有兩顆呢 我已經幫你們安裝好軸了 所以一個是沒有軸的 把那一顆拿出來齁 有齁 來 阿妹仔組裝 這邊有1 2 3 三支的螺絲釘對不對 那我有稍微分一下 1跟2呢 注意喔 1跟2呢 是用銀色的 你自己稍微記一下 好來 麻煩呢 1 2先鎖 但是要鎖的時候麻煩喔 注意這個 皮帶輪的方向喔 皮帶輪喔 你看 皮帶輪一邊是不是要跟 那個TT馬達的走套在一起 所以這個要向外啊 齁 這個有一個孔 好像超長形狀的孔 要向外 那另外呢 你要看 你1 2鎖完 3要透過這個孔 再鎖進來嘛 所以你要把這個孔去對準 這個 這個孔去對準中間的那個 螺絲釘的孔 知道齁 先倒這個就好了 先倒 先倒那個手把就好了 先倒手把 吉他先不要倒 我們先把手把裝起來 你不要一開始就跟他 踢踢馬達裝一起喔 不要不要 你從1 2先來 1 2 知道意思嗎 對 來馬達 每個人有兩種顏色對不對 聽一下喔 來馬達大家注意一下 黑色的呢 黑色的是車子的車架 藍色的是手把 因為我發現這一批馬達有些會滑掉 你如果用一轉有些會滑 因為那個TT馬達品質沒什麼穩定 那萬一你弄上去還滑掉 你要對掉 對 對 現在 黑色的過 馬達把它倒進去 來 那個 馬達注意喔 你手把要用那個 藍色那一顆喔 手把請用藍色那一顆 我等一下 等一下 這個TT馬達喔 他那個品質沒有很穩定 因為等一下你轉會打滑要再對掉喔 做好之後先轉看看 我們的目標要來定一下喔 我們的目標就是把手把組裝完 你就成功了 因為這樣你就可以看出他轉起來的樣子 啊至於那個呢 車體的機構的部分回去再裝就好 這樣可以喔 如果可以這樣就有95分了 好嗎 老師長腳在前面還是後面 長腳在前 因為馬達比較高 長腳在前 忘記跟大家提醒喔 就是你在裝的那一邊是不是有突出一顆來 就是手把那一個 馬達 就是鎖的那邊要突出一顆來喔 因為那邊喔 它那個軸剛好黏在 那個齒輪上 另外一邊的喔 它只是塞進去而已 馬達不是有一邊有突出一顆 一邊沒有嗎 所以你在倒要注意 沒關係你待會兒 聽一下螺絲就要換邊了 就直接把它黏上去就好了是吧 這樣 對黏的就好 對對對 對準阿黏的 黏在最前面的喔 來老師我可以 謝謝 我們讓在場的夥伴喔 體驗一下國中生科科 大概就是像這樣子 所以 趕都趕不走 對阿 其實是 可以控制的一些事情 我們 我們等一下齁 站三YAN 讀收 感谢观看